中美重启农业合作大搬运开始 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哭晕在厕所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根据美国农业部官方网站2024年1月18日声明 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会见了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除了解决突出的市场准入问题和其他美国农业利益相关者的担忧外 我们还讨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挑战以及应对方法 维尔萨克强调了为创新技术和做法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性 以确保农业系统富有成熟和可持续性并促进贸易 维尔萨克说他期待着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继续建立一种关系 扩大和改善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在中国这个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的准入机会 今天是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自2015年以来的第一次会议 该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 是为了协调中美农业双边交流合作的论坛 怎么看 非官方机制 非官方论坛 变成了官方见面的平台 2015年的头一次 2015年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一年 中美激烈竞争的第一年 也就是所谓中美新冷战的开始 2015年后的头一次意味着什么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纪元 仗呢 也打了 嘴呢 也吵了 美国红脖子们也记得当年大豆高价储存在仓库里 差点烂在地里的悲惨经历 大家经常看我节目的人呢 可能会清楚 我对所谓的中美长期缓和与合作 保持怀疑态度 包括现在 我依旧相当的怀疑 但是今天双方农业部长的会面 不得不承认 有种新的气息 在北京和华盛顿 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合作 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和持续性的关注 我认为 这次会面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有人问中国来干什么来了 咱这么说 中国去买东西去了 就这么直接 中国要购买美国的粮食 和一些农业技术领域上的合作 中国的目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说中国要买美国的粮食啊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知道中国呢 是产粮大国 但依旧有粮食缺口 这一点必须承认 在主粮方面 我们呢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自行解决 但是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副食品方面 在这方面呢 有些地方的缺口 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大豆 在这方面 中国的自给率 现在可能还不到40% 不到40%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到时候 一旦这个东西断了 可能对某些肉类的行业呢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能对物价有所波动 所以这一点上呢 大家要注意 另外呢 在一些农业技术领域 包括远程养殖技术 我说的远程养殖 是农业上的远程养殖啊 跟文化上没有关系 依旧呢 需要与美国的合作 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问题是什么呢 农业它到底是什么 畜牧业它到底是什么 这不是直截了当 把这牛羊赶到草场上去 就放养就行了 或者是一锄头一锄头的啊 灰汗如雨的 把粮食种出来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肯定不是啊 农业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工业 化工 生物 基因科学 医疗的延伸 你在这些领域有优势 你在农业 所涉及的这些方面 同样有优势 中国呢 是农业大国 这点一点都不假 但是在一些相关的技术领域 还落后于美国和欧洲 特别是涉及生物 医疗与基因技术 这些东西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呢 咱涉及人的地方 比如说涉及人的生物 制药和基因科学 美国依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那这一点呢 是不假的 那美国与中国会面 这一次美国想要什么 其实美国呢 想要的就两点 头一点呢 叫市场准入 这个市场准入 大白话 就是美国想卖更多的农产品 反正中国也需要 为什么不买美国的 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 你买别人的也得买 你买美国的也得买 那干脆就买美国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在这点 它是有优势的 我说的不是技术优势啊 我说的是在农产品 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 一个优势就是稳定和产量 这个很重要 农产品 它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强调的是一个安全稳定的供应 你不能说我这有订单 然后战争爆发了 然后啥也没有 这是不行的 比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 比如说我在乌克兰有粮食订单 然后呢 双方爆发了战争 粮食运不出来了 你说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假设我没有备胎的话 我没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的话 那么乌克兰的粮食不过来 我这块的粮食可能要出问题啊 这个东西叫风险 美国在这方面的风险呢 相对小一些 或者呢 没有风险 为什么没有风险呢 因为美国有原子弹呢 而且美国的军事实力又很强啊 对吧 美国这些东西可以给它的产业进行保驾护航 所以你要看到了 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动一个国家发展的 如果你这个国家是个大国 你在这方面不行的话 你在其他方面你想发展是发展不了的 而恰恰美国有原子弹保护它 尤其它的农产品 它的农产品强调的就是安全稳定 而且农业这方面 农产品的贸易呢 还涉及另外一件事 就是两国关系 如果两国关系好的时候 那我可以多买一些 如果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给我加征关税 那对不起了 我打农业牌 我在这点给你加征关税 将你这个东西种出来 但卖不出去 或者呢咱俩关系不好 比如说那一年 加拿大绑架了孟晚舟 然后中国怎么办啊 直接了当把加拿大的菜籽油给禁了 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 加拿大的菜籽油 这个菜籽都已经播种下去了 已经长出来了 这时候被中国给禁了 你想想加拿大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这些农民最后赔了个底掉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两国关系好呢 多买一些 关系不好的时候少买一些 如果两国要开战呢 两国要开战 直截了当 粮食禁运 所以美国现在是什么呢 主打一个产量大 供应链稳定 然后呢 在这方面很多国家 其他国家呢 很难做得到 而且现在中美之间正好正在缓和 那么美国就把这张牌打出来 买美国的粮食 美国的粮食 实惠 就这么简单 中国反正也得买 你说一般你买谁的 也就是这几个国家 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巴西 阿根廷 乌克兰 我之前聊过俄罗斯跟乌克兰 因为战争 他不能保障这种供应 然后呢 之前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跟中国呢 关系不好 闹得不愉快 结果呢 中国直截了当 把澳大利亚的产品给禁了 这个时候美国怎么办 挖了澳大利亚的墙角 把他生意给抢了 这件事呢 让澳大利亚非常非常的恼火 如今呢 加拿大 既吃不既打 为什么叫既吃不既打呢 之前孟晚舟这个事 让加拿大的农业损失惨重 然后澳大利亚这个例子 他也不吸取这个教训 现在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不好 在这个时候 就有必要敲打一下加拿大 如何敲打加拿大呢 很简单 让美国抢走加拿大的生意 也就是说 中国把购买加拿大的 这一些东西转到购买美国 这个很关键 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阿根廷 阿根廷的总统 就是个疯子米莱 精神不正常 有点那精神分裂 成天强调自由 他也不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 先是不参加金砖 然后又与台湾没来演去 这样一个国家 出尔反尔需要教训一下了 怎么办 之前购买阿根廷的农产品 现在转给美国 现在买美国的了 不买阿根廷的了 美国的价格虽然高于阿根廷 但是在运费方面 尤其是在大宗商品的运费方面呢 要小于阿根廷 对成本差不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现在分析是什么呢 市场准入呢 问题不大 大豆牛羊肉之类的 多买一些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小件 比如说葡萄酒啊 比如说北美猪头啊 北美猪头可是个好玩意儿啊 然后第二点 美国想要的是什么呢 在技术上 尤其是在农业技术上 与中国合作 假设在这方面没有限制的话 双方还是特别希望合作的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被看到 就是美国大量的农业技术 在中国生根发芽 你可以管这个东西叫大半运 你也可以管这个东西 叫大规模的技术输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农业技术上 现在是这个 中美之间呢 处于一个伯仲之间 什么叫伯仲之间呢 就是美国在涉及 生物基因制药方面 它是领先的 但是呢 如果涉及到化工工程 太阳能发电 在这方面 中国是领先的 也就是说呢 在农业技术方面呢 双方可以实现一种互补 但是这个互补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反中委员会 加拉格尔这帮人呢 不捣乱 如果这些人捣乱 吵起了政党政治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 拜登政府迫越压力 在这方面设一个限制 那么农业就没有办法合作了 但是呢 这种情况呢 可能性还是相对较低的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 农业是红脖子们的行业 如果红脖子们失去了这个利益 到时候他把票投给了民主党 不投给共和党 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些人 红脖子 是共和党这些人呢 得罪不了的 得罪不了的怎么办 加拉格尔这种人呢 也就是说一说 如果他真要干呢 他肯定干不了 肯定呢 就有红脖子来阻挡他 如果呢 他干得过头了的话呢 对不起 他这个议员呢 就当不了了 下次选举肯定被选下去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体现了什么呢 农业技术合作 美国还是可以跟中国做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红脖子的产业 红脖子想反对自己 相当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红脖子 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 他除了农业 他什么都没有 如果他农业再没了 到时候他就真穷的 叮当响了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两国特别希望达到的 就是共治天下 或者全球治理 涉及农业方面有两点 一个是应对全球变化 第二个是管控粮食安全 管控粮食安全 是不是等于说援助粮食 还真不是 这个方面涉及到技术开放 人员培训 场地监测与观察 而且还加上风险评估 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大国之间的合作 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 或者协议的话 是不可能办到的 也就是说全球如果再面临粮食危机 或者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粮食危机 很有可能引发下一波难民潮 或者全球的动乱 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必要 中美两个大国去合作 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以及可能带来的粮食安全危机 只要把这两个东西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呢 就能把未来的矛盾基本的把控住 这要看中美两国如何合作了 无论怎样啊 中美重启了农业合作大项目 而这些大项目呢 很有可能是中美合作的新开始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